此外受金沙江白隔艳色湖泄流洪峰的影响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等地受灾较为严重 为消除过流的洪水组织的隐患 云南丽江市政府应急部门组织人员 对正在施工的丽江铁路金沙江特大桥施工便桥进行拆除 目前对便桥的恢复工作已经展开 丽江铁路金沙江特大桥施工便桥 位于丽江市御龙县龙盘乡 横跨丽江迪庆两岸 承担着丽江铁路施工的材料设备和人员的输送任务 由于临近虎跳峡景区 江面较窄水势较急 根据预测 洪峰过流云南时的流量会达到每秒1万立方米 超过保证水位 因此丽江市政府紧急决定对施工便桥进行拆除 对这个人员设备进行撤离安置 立即组织施工单位 对这个施工便桥拆除方案进行研究 第二天早上7点钟 组织人员设备对这个桥梁进行了拆除 11月12号10点50分 金沙江白隔印色湖泄流槽全线贯通过流 14号凌晨2点左右进入云南省迪庆州 14号早晨7点 距离洪水到达丽江境内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 丽江铁路指挥部组织60多名施工人员和多台大型设备 对便桥实施不间断拆除作业 经过紧张抢拆 施工便桥的拆除工作在洪水到达前顺利完成 洪水到达便桥时 水流正常通过未造成次生灾害 20号对施工便桥的恢复工作已经展开 很多这个是有些已经破坏性的采取了 这个恢复桥的难度比较大 我们入境最少可能要半个月时间才能恢复这个桥的通行